铁尖单道义 妙手著文章 这幅对联改写自明朝杨继胜的名剧 同时也是李大钊一生的写照 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 也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 无论是他的学术著作 还是他的铁骨争争都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积极的印象 这位革命领袖在1927年4月28日惨遭军阀杀害 时隔24年杀害李大钊的凶手瘫痪在家 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表示 哪怕他只剩下一口气 也要将其抓捕归案 李大钊遇害一案 才真正宣告结束 先让我们来回顾李大钊的经历 1918年 李大钊从日本留学归来 三年的海外生活经历让他思想产生了变化 清政府结束统治后 此时的中国仍是多灾多难 一边是准备重新崛起的袁世凯政府 一边是军阀混乱 民不聊生 在这危急之时 李大钊决定从文 广泛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相关的文章著作 随着李大钊的名声扩大 国民党也在时刻注意着李大钊的一举一动 1926年3月12日 天津大谷口事件爆发 引出后来的三一把惨案 惨案发生时 李大钊和儿子李宝华在混乱中不顾个人安危 指挥着群众进行撤退 李大钊在同年3月底接受了苏联方面的建议 隐居在北京东江民校苏联大使馆西院的一所救兵营里 而北洋军阀这边也正在搜查李大钊的住址 哥夫 小商贩 甚至是路人 这些都是由军阀派出的大批特务所敲装的 他们每天潜伏在救兵营附近进行监视 没多久 李大钊身边负责交通工作的地下党员均被抓捕 在1926年9月 一名在街上发传单的路人被抓 他在经历了各种酷刑和劝导后 招供了自己中共地下党员的身份 自己的真实姓名为李柏海 此人还泄露了李大钊的相关情报 这一情报当时由吴玉文 陈亚兴负责 张作霖在不久后也得到了两人献上的有关李大钊的情报 1927年4月5日 张作霖与陈兴亚 吴玉文进行秘密会议 随即决定抓捕李大钊 并由吴玉文负责行动总指挥 就在4月6日清晨 吴玉文率领大批军警来到李大钊的居所 在吴玉文的指挥下 军警强行逮捕李大钊在内的30多人 其中也包括他的妻女 对于当时的北洋军阀来讲 李大钊无疑是烫手的山羽 即便是张作霖也不能直接处置 人虽然抓回来了 但怎么处理还是个问题 移交司法程序 但李大钊对国民党来讲是必须要铲除的目标 跳过司法程序直接处理 这样又必然会产生不利于己方的社会舆论 就当张作霖等人纠结如何处置李大钊时 蒋介石却发来密电 要求立即处死李大钊 已决后患 因而在1927年4月29日这天 张作霖将李大钊送上了矫情架 李大钊被处死的消息在社会中掀起了巨大波澜 一方面是社会各界人士声讨国民党不顾司法程序 直接处死了李大钊 另一方面在于国共两党的分歧就变得无法调和 国民党政府撕下了革命的伪装 露出了帝国主义的爪牙 解放战争结束后 北京迎来最终胜利 李大钊同志的预言得到了实现 共产主义战士的血从来不是白流的 1949年2月 北京市公安局交期分局局长朱文刚带领下属 准备接管原国民党管辖的龚德林监狱 众人突然注意到一间大房子中有一座脚刑架 朱文刚感到奇怪 发问道 你们还用这洋碗呀 曾经在这工作的一名老警察表示 听说以前用他绞死过贵党的成员李大钊 但自那以后好像就再也没用过 这段话不仅让朱文刚心中一震 他随即追问道 谁 你再说一遍是谁 没人敢发话 但朱文刚很确信自己没听错 朱文刚随即回到市公安局汇报此次工作 这才有了彭真决定重新翻案调查的后续 但当时技术有限 案件年代久远取证十分困难 事件的转机在1951年6月5日出现 一封红色蜜件出现在北京市铁道部公安局 信件中告知了当年杀害李大钊的吴玉文后 化名为吴博仔 建居北京后门古楼湾X号 市公安局的命令立马下放至侦察处调查科 由侦察员温振海和迪肥负责 根据线索 两人来到信件中提到的注释 但信件中的注释在解放后早已改名了 派出所户口记录中也没有吴博仔这个名字 到处有一个叫吴博斋的人 尽管只有一字之差 温振海敏锐的直觉还是让他决定调查此人 北京旧古楼区曾聚集了不少达官显规 吴玉文作为侦察处长 大概也是在这儿 温振海等人最终找到了注释上提到的住户人家 却发现这里就居住了一位老人 屋内的这位老人瘦弱不堪 瘫痪在床上 常年不通风的房间让气味变得十分难闻 为了不打草惊蛇 众人借口找寻叫于用魁的人 但老头回答他们并无此人 并且还有驱赶众人的意思 温振海故作不知情 反倒问候老人生活起居 老人最后一边痛苦的哀叫到自己活不了几天 一边也在打量温振海 由于没有问出什么有效信息 温振海决定从周围邻居着手 院子里的邻居告诉温振海 屋子里的吴老头 以前在张作霖手下当大官 后来腿瘸了就没见出宫而过 带着这些信息 市公安局从国民党留下的原始档案中 找到了关于吴玉文的记录 其中就有对李大钊等人抓捕的功勋记录 以及相关照片 证据确凿 彭真决定实施抓捕 哪怕此人就生最后一口气也要抓回来 吴玉文被捕后交代了 所有宅布李大钊 以及后续的相关经过 面对身患重病即将死去的逃犯 政府本着人道主义精神 一边为其治病 一边让他在看守所中反思他这罪恶的一生 绞刑架虽然是李大钊生命里的终点 但他的精神给后人带来的却是无穷的动力 革命事业在他的影响下最终走向胜利 而那座绞刑架和绞绳成为了北京历史博物馆的革命文物 他们与李大钊的字述都是英雄留给我们的纪念 MING PAO CANADA NADY